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是道教建筑名词 武侯宫出建于宋朝 相传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借东风的地方 因此又称拜风台 据文献记载 这里最初只是临时搭建了一个土台子 和容纳士兵120名 然而经过1700多年的风雨洗礼 过去的土台子早已不复存在 1936年 人们在修缮武侯宫时发掘出土了一件蚕字石碑 据专家考证 蚕碑上原本应刻有季风台三个大字 这似乎更加证实 这里就是诸葛亮借东风的地方 在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被描写成一位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能呼风唤雨的神奇人物 那么在现实中 诸葛亮果然借来东风了吗 其实在治理当地 冬天启东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即使是小孩子 也能随口背上几句天气宴雨 春天跳嘴白腾空 不是下雨变刮风 夏天马黄浮水面 天便不会过中午 等到入秋要走抱 河里的鲫鱼吹泡泡 冬天泥秋翻肚皮 不等计较东风起 专家说 赤壁地处江南 而江南多暖冬 冬至后起东南风较为常见 诸葛亮只不过是 善于搜集信息而已 那么诸葛亮知道 东南风避起之后 为何还要搭土台 祭东风呢 关于三国演义中的这段故事 有一种说法认为 诸葛亮借东风的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金蝉脱鞘 他知道 周瑜很嫉妒他的才能 周瑜曾说过 此人东吴不能用 东吴只换也 还背叹 寄生于何生亮 诸葛亮也知道 在他借到东南风之后 周瑜一定会过河拆桥 将他杀掉 于是在借东风时 诸葛亮要求士兵闭上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东南风起后 由小道童代替 继续表演 他则由台边的小道 绕至江边 周瑜赶忙派人追赶 结果也无济于事了 赤壁之战中 诸葛亮草船借鉴 也是一段 家喻户晓的故事 那么历史上 是否确有其事呢 专家告诉我们 在各种史料的记载中 并没有找到 关于诸葛亮草船借鉴的记载 但草船借鉴 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在三国志五主传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 魏略曰 全城大船来官军 公使公弩乱发 箭着骑船 船偏重江户 权因回船 父已一面受箭 箭军传平 乃还 权指的就是孙权 公就是曹操 这段文字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建安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一十三年 曹操与孙权在安徽潮湖附近对垒 初次交战 曹军大败 于是曹操决定 让军队坚守不出 这一天 孙权借水面有误 乘战船闯入曹军前沿 打算观察曹军的部署 当战船行驶到曹军附近时 不料被曹军发现 曹操生性多疑 由于水面雾大 他怕有埋伏 不敢出战 于是曹操下令 弓弩齐发 乱箭射向孙权的战船 不一会儿 孙权的战船 就因重箭太多 船身逐渐倾斜 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 就在这危急时刻 孙权果断下令 调转船头 使船身的另一侧受降 不一会儿 船身两侧就被射满了箭 船只也恢复了平衡 并安全返航 原来 草船借鉴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但并不是在赤壁之战中 故事的主角 也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诸葛亮 而是孙权 而孙权的初衷 也并不是为了借鉴 只是为了刺探军情 原来 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冠中 是以这段史实为基础 经过自己的改编和艺术加工 才创作出我们熟知的 诸葛亮草船借鉴的故事 在赤壁之战中 鉴和弩是最重要的作战工具 在中国湖北省咸宁市博物馆 我们看到了在赤壁湖战场出土的兵器 其中就有曾在赤壁战场上 使用过的青铜弩机 弩在魏晋时期 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远程武器 三国使已经开始在战争中 大规模使用 这些铁建筑就是搭配弩机使用的 建筑呈褐色 表面秀气斑斑 专家说 铁制的建筑因为容易腐烂 很难保存下来 这是箭槽 这是瞄准器 这是扳机 扳机一扣 箭从这出去了 这件青铜弩机不仅保存完好 更难得的是 上面还刻有十四字名文 上大将军吕侯都尉陈门河 弩一张 名文中 上大将军吕侯 指的是东吴名将吕代 弩的主人陈门河 则是吕代手下的一名都尉武官 就是我们这个赤壁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驻守地 所以它这个这个底下的都尉应该是直接同一兵而且到岛上的人 这件弩机也是赤壁古战场出土的 它上面有一只朱雀图案 在目前考古发现中 在弩机上出现朱雀的形象仅此一见 十分罕见 赤壁之战后 东吴派兵驻守赤壁 并先后由大都督周瑜 鲁肃 陆逊 吕代等将领 囤住重兵在此 大量三国时期的兵器在赤壁出土 也印证了这一历史 三国时期民间有句话叫做 卧龙凤厨得一便可安天下 那么卧龙呢指的就是诸葛孔明 那么凤厨呢指的就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庞统 我身后的这座凤厨案就是为庞统所建 庞统虽然英年早逝 但它的传奇故事依然流传着 孟楚安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八四六年 和诸葛亮是隐居襄阳的两大名士 在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中 庞统是唯一可以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谋士 而在经典的赤壁之战中 庞统也是主角之一 小说中提到 他曾向周瑜提出连环祭 并亲自跑到曹营当说客 让曹萨毫不怀疑地将船连结起来 以便周瑜火攻 然而实际上 庞统在赤壁之战中并没有巧失连环祭 真相是 庞统是在赤壁之战后才出道的 把战船连成一片是曹萨自己的主意 据三国志无书周瑜传记载 黄盖对周瑜说 今扣众我寡 难语持久 然观操军传箭 首尾相连 可烧而走也 在史书中 庞统被形容为一个相貌丑陋 性格狂妄的人 他起初在刘备手下当一个小县令 没想到由于他个性放荡不羁 有人揭发他不理献中事物 刘备派张飞孙前向庞统问罪 而经过张孙二人的观察 发现庞统只用半天时间就能处理上百件事物 张飞十分敬服他 因此向刘备推荐为以重任 刘备立即将庞统提拔 使他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 然而好景不长 公元211年 庞统作为副军师随刘备征战 为了早立大功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干 高于孔明 庞统不听劝阻 在机会尚未成熟之时 急躁冒进 在落凤坡 不幸重见身亡 十年三十六岁 庞统英年早逝 刘备悲痛万分 追赐他为官内侯 亲自为他挑选墓地 庞统战死的消息传来 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庞统 就在他原来住过的地方盖了一座瓦房来纪念他 这就是如今的凤厨庵 人去勿存 凤厨安脉 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 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曹操 周瑜 诸葛亮 唐统 这些英雄豪杰的故事 也流传了千百年 依然 赤壁之战之后的七十二年 东吴被灭 三国宣告结束 赤壁一战终成千古绝唱 这颗千年银杏 见证了赤壁战火 同时呢 也让后人感受到了大浪淘沙的岁月沧桑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综艺时间 再见